好最近的接二連三的颱風 那麼造成災情也要救災 尤其看到的蘭嶼呢 又受到了百年的風災 這個災害啊 那我們說 好啦這個王大哥 常常我們就講說 救災視同救戰 救災視同作戰 所以就請阿兵哥去現場救災 這樣子說得通嗎 我就一直很反對 所以我剛才在講 其實救災 我們台灣炒起來 就是消防 然後有疫消 有明防有疫警 我們把他這個制度都很好的 怎麼突然間 921以後突然間 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對啊就沒有看到什麼 疫消出來啊 就變成軍方來主導 而且越搞越大 然後你軍方來救災沒有關係 其實在軍方的救災 是在先前 所謂的就是他分三段 發生前叫做預防性撤離 這是很好 因為軍方他動員車輛很快 中間的這個災情 在發生的時候不能派軍方 因為為什麼 你不知道那個災情有多大 軍方他根本不懂 我們消防隊員還知道跑 我講到現在我看水 不對我就跑 嗯嗯嗯 還有就是後段的 就是說做這個後續的清理 結果我們現在不對 我們現在是軍方 一救災就是拿軍方 我預值了幾萬 然後再來一個很糟糕的 還預值兵力 我舉個例子 預值兵力 預值兵力就是說 好像是尖石會有土石流 他就把撤離以後 丟一批軍人在裡面 我就想 那講那個土石流很嚴重 用整個一個營兵力全部淹掉怎麼辦 那我就實在搞不懂 另外一個 常常就把軍方的那種 兩棲登陸車啊 拿來現在當救災 我剛才哪一個頭隔壞啊 你的兩棲登陸車 那個盾位有多大 你要他的功能是怎麼樣 我們以前 在赫博在台北用軍方的水路兩艦車 是因為 在災區裡面 很多車子飄湖或塞在馬路 你沒有車子去拖消防車也淹掉了 所以軍方的水路兩艦車 利用那兩艦車把那個車子拖掉 把為了比較拖不到的東西拖掉 清空那個災區的道路 然後讓後期的船啊什麼可以進去 對 我們現在不是耶 你電視看到救災就是 水路兩艦車挖人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開著 然後跑到那個鄉下的地方 我想請問 鄉下那個魚池 真的那個兩路登陸車可以用嗎 可是這樣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我們是在搶救人命 而且其實災害搶救 預防很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颱風來的時候 電視就講 你們要準備手電筒 準備乾糧 準備水 現在不是耶 現在都沒有人講這個 然後大家就一等到災害發生以後就 我沒飯好吃 你要給我送便當 你要給我送水 我跟你講 這個是縱容 老百姓要有老百姓的本分 今天要回到小時候的 你衝災來 你就要準備食物 然後除了說突發的 像蘭蟻這個突發就 你準備也沒有用 第二個 現在水災那麼頻繁 其實現在的建築物都是鋼筋混離土 其實沒有啊 水災真的來 你就往二樓三樓 先借鄰居互相一下嘛 需要讓消防隊來弄個橡皮釘 就要帶來帶去帶來去 以前這個事情都不會發生 為什麼 我們要很好的宣導 去告訴老百姓 我們在市區碰到水災 大家跑到二樓三樓 然後出災期間泡麵飲水準備好 那盡量不是年老疾病的啊 或是要後送的 才打個消防隊派船來接 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不能一團亂 你去看啊 去船上帶的就是那個 穿得很漂亮的 準備要出去的 然後後面就是怎麼樣 沒有就是擺明的就是說 你去送便當 我還弄一個很好笑的 有一個某地區 每次只要一發生 風在颱風來的時候 相當就打電話 我這邊大概沒有米了 你趕快派直升機空投 空投空投 空投完以後 沒有颱風 假日的時候是觀光區 你就發覺 空投的泡麵拿來賣客人 賣給觀光客 這個事情我都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要分 政府你要去做宣導 老百姓要配合 我們不能做刁民 那也不能去怪政府 可是政府已經有很多東西不做 我舉個例子 現在消防的搶救 在我個人看 是你專業的人員 讓外行人看你專業的人做得很糟糕 就我講說軍方救災 怎麼會搞成這樣 好敬平其實我們現在好像已經蠻習慣看到 如果有風災水災什麼災情的時候 就看到阿兵哥就會去救災 但是其實救災的人員 不是應該要接受過訓練的嗎 因為他是有危險性在裡面 你不能講說軍方很好動員 我就現在趕快過去幫你在裡面掃 掃家園這些還是簡單的 萬一真的像剛剛王大哥講的 碰到土石流啊 碰到什麼什麼山崩什麼那怎麼辦 對啊你剛都說軍方很好動員 就表示人很多很好叫嘛 那這個時候不叫叫誰 這個時候找預銷 有些通訊都中斷的call的到嗎 而且現在大家都有這麼多的事情 軍方是最好用的一個單位 剛剛講的從08年09年88風災以後 幾乎這12個字嘛 總統開始喊出來超前部署 預支兵力提前防救 就變成一個軍方的王道 軍方內部其實有很多將 你也曾經跟我講過說 戰訓不是國軍的本物嗎 為什麼現在要本末導致呢 可是沒有辦法 現在的救災王道就是12個字 所以有W36 就在颱風警報發布前36個小時 你又要留所有人員一律取消休假 你就在原地駐地提前部署 比你到可能在發生的地方在那邊待命 所以這邊我要幫軍方講一下話說 在救災的時候 大家好軍方做的事情 做到勞誇給人家的勞誇 就是做了那麼多事情 大家還是不滿意 你從早期看 他們用那種一般的V15 那種四輪那種六輪假車 到後面呢 越來越多 然後你可以看到像剛剛這種 海軍陸戰隊AV拐 最先進的兩棲登陸艇 兩棲登陸這種車子都要出動 因為好用嘛 可是這個造價很貴耶 是用來我們搶攤登陸做戰用的 可是現在變成救災專用 剛剛王大哥講 你看 專門搭這種車去送便當 這之前救災的畫面 我們都曾經看過 甚至 災後復原的時候 在幫民眾這樣子 因為說軍民一家 軍愛民民進軍 如果國軍碰到這種球員的話 你能束手不管嗎 要不然又被罵 然後你看到軍方 還會幫人家清污泥 這次也是一樣 很多的那種災後復原的景象 AV拐就是這麼先進的一個戰車 你看泡在水裡面 之前在屏東 加東沿海那一邊 這個車子兩棲登陸車 它雖然高兩層樓 可是那個 因為是沿海滴挖地區 它那個漁網都卡住那個輪子裡面 你知道嗎 結果最後還是用軍方的錢 自己去修理 你跟災民 或是跟那個當地縣政政府 要錢修理不可能 所以軍方做了那麼多的時候 很多人還覺得不夠 所以之前颱風不再有傳出說 啊軍方幫我們搶送那些 農作物啊 駐收割啊 就軍方做不下金屎爛金